新加坡公營房屋 大家好 我是Irene 今天想開一個新的主題 香港和新加坡的公營房屋 政府樓 topic housing的分別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我 從小時候開始已經在不同的電視節目 學校老師教 又或者看書的時候知道 新加坡政府在公營房屋這方面 是做得很好的 老實說 這件事情 其實就是我一直以來 對新加坡 除了 Malayan 小孩不笨 之外的其中一個認知 不要笑我說小孩不笨 你們都會跟我說周星馳 直到我長大之後 慢慢對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有更多認識 心裏就會出現一個疑問 為什麼 為什麼香港的房屋又貴又小 所以在這個系列的影片 就會說一些關於香港和新加坡 在公營房屋上的分別 而由於我在做Research的時候 發現其實也有很多東西可以說的 Yeah! 學到新東西 在今天這條影片裡面 我就會說一些 基本的Must Note 而在之後的影片 就可能說多一些關於我的有趣發現 我的迷思 又或者是 其他的話題 我將會focus說一些general的資訊 太extreme 很special的case 太technical的計算方法 很繁複的程序手續 那我就不多說了 悶悶你 睡著了就不好 問你一個問題 說起香港的房屋 你會想起什麼呢? 租金或者樓價 跪著全球 幾百萬買個廁所 小 超小 是沒有人會想起我們的政府樓 公營房屋的 那如果說起新加坡的房屋 你又會想起什麼呢? 貴 不過就沒有香港那麼瘋 都幾大 但是政府有造屋 有多過80%的新加坡人 都是住在政府的造屋裡面 我覺得htbflats 其實在新加坡來說 算是一個非常iconic的東西 但在香港的公營房屋 我就覺得不是太多人知道了 那到底新加坡和香港的公營房屋 有什麼分別呢? 第一,哪一個政府部門去管理、制定和實行公營房屋政策 在香港 香港房屋委員會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去管轄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想幫香港的低收入家庭租到屋主 又或者是幫中低收入的家庭去買樓 自治物業 而在新加坡 Public Housing 是由Housing Development Board HDB去管的 其中一個宗旨就是 要為新加坡人提供 Quality and affordable housing with great living environment 跟香港聽起來好像有點不同 第二,公營房屋的種類 在香港有兩種公營房屋 第一,公共租用房屋 簡稱公屋 Public Rental Housing 第二,居者有期屋計劃 簡稱居屋 Home Ownership Scheme HOS 而在新加坡 就有一種就是造屋 HDB Flats 香港的公屋 以為沒有能力租住私營房屋的市民 提供資助的公共房屋 只是可以租的 而居屋 就是香港政府資助出售的公共房屋 資助是因為它低於市價 而且扣除地價之後賣給市民 幫助相對低收入的人士置業 合資格的市民是可以申請買新建 即是一手居屋 又或者是re-send 二手居屋 真的要看著貓子來說 因為不想說錯 太多資訊 香港小鯉魚 Chit Shit 在廣東話我們叫貓子 因為如果你在考試 Quiz的時候 Cheating 是叫出貓 所以你是出貓的時候 用那張紙 就叫貓子 我現在這個是貓預約了 在HDB Flags的計劃下 是有 Plug Big Rental Scheme 要負責到那些 Singleport citizens' household who have no other housing option 或一些較低收入的人 是一個房屋的選擇 而除了租外 當然還可以買一手的HDB 即是BTO 或者買二手re-send 的HDB HDB Flags是為了要令新加坡人 有一個Quality 和Affordable的Housing for generations of Singapore 由以上的資訊 就可以看到 香港和新加坡政府的公共房屋政策 理念、措施和Target population 都是不一樣的 主要是為了令一些低收入 或者中低收入 或者是沒有能力負擔私營市場房屋的人 提供一個給他們住的地方 又或者是給他們自治房屋的機會 總之就是想 給你買到你的房屋 即是則重於想要以一個合理價錢 和有質素的房屋 提供給新加坡人 或者是市民大眾 去居住和選擇 而除了想給你屋住之外 西加坡政府都非常重視整體的居住環境 和市民的生活質素 第三 買供應房屋的資格 在香港如果你想買居屋的話 你要合乎以下的條件 申請人可以以個人或者家庭名義去申請 必須要年滿18歲 而在新加坡 如果你要買HDB Flat的話 你必須要最少年滿21歲 而如果你是Above 21歲 但是仍然是35歲以下的話 你就必須以Couple或者Family的形式 相反如果你是35歲以上的話 你就可以以個人名義Couple或者Family的形式去買 另外在香港買居屋 你必須要是香港的居住 和你要有Right of Land 同時你一定要在香港已經連續住了7年 或者以上 你也不可以擁有任何在香港的物業 而在新加坡 如果你是21歲以上 但是35歲以下 你和你的Partner 或者Family 最少要有一個人 是Singapore citizen 或者是SPR 35歲以上 必須要是Singaporean 你才可以以個人名義去買HDB Flat 不可以居住任何在Local 或者Overseas的Property 而收入上限和資產限制 我稍後會再詳細說 由以上的基本資訊 可以看到 在香港 只要你是一個成年人 你收入又不到上限的話 你就可以買居屋 新加坡的政府是非常重視 家庭這個概念 因為你必須要以夫妻名義 或者是和家人一起買 才可以買到HDB Flat 他亦都不鼓吹你以個人名義去買HDB 想買政府樓 麻煩你快點成家立室 快點結婚 第四 收入上限和資產限額 在香港 無論你是想買一手 Newly built 或者是二手 Resale的HOS 即是居屋的時候 你的收入上限和資產限額 是看你household有多少人去計 如果你是一個人去申請的話 你total monthly income 是不可以超過33000港幣 5.8K升Dollar 你的total net household access 是不可以超過850萬港幣 151.1K升Dollar 如果你的household size 是兩個人 或者是夫妻 或者是你和你媽媽 爹地一起去申請的話 你整個家的monthly income 是不可以超過66000港幣 又是11.7K波子 而total net household value 就不可以超過1.7mil 302.3K升Dollar 而在香港為什麼這麼強調 total net household access value 我就覺得是 它真的要強烈地去控制 不可以給那些 其實銀行可能有幾千萬 但是 income 是很低 甚至是沒有收入的人士去買居屋 而在新加坡 要買newly built的BTO 4房 或者是再大一點 income ceiling14000波子 如果買resell 即是二手的HDBflat 那這樣就是沒有income ceiling的 第五 申請數目 假設你在香港 你是一個普通成年人 剛剛畢業的學生 出來找第一份工 由2019年畢業生 平均起步資金 為16600多港幣計算 基本上是很多很多一出來做事的畢業生 他就可以去申請居屋 因為你一個人都可以申請 就可以Imagine 幾多申請你會收到 而在新加坡 雖然 income ceiling是高一點 不過由於其中一個 criteria 是你一定要結婚單身的人士 可能他就不會去考慮 不可以日子申請 接著講一下實際情況 在2019年的居屋申請入面 總共有4904個單位 而申請表的數目 就是收到30.9萬份 即是平均來說 每一個單位 就有62個人申請 而新加坡2019年的BTO申請 non-mature和mature towns 以平均來說 application rate是大約5.2個人去欠 一個flat 而在Tampines的5 room 就是更加高達20.2倍的超額營購 好 這條片就到這裡了 希望看完這條這麼長的影片之後 你可以了解多些香港和新加坡 公營房屋在基本資訊 例如是種類、申請資格 和申請數目上的分別 而我亦希望你可以了解這些BASIC之後 再繼續聽我說其他類型的有趣發現 好像今天就是不有趣 下一次想說一下 種類、尺寸和相對的價格 下條片再見 拜拜